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玄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Photoshop实战 我是你的开心讲师骨头大大 好,那么我们次一节课呢 继续学习我们的画笔工具的使用 慢慢的深入到我们画笔工具 一些深的一些应用 以及一些深的一些理论 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找到我们的画笔工具 那么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画笔预设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这里切换到画笔面板 以及按照F5就可以得到这种效果 好,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足重是来给大家讲解画笔预设里面的形状动态 好,我们把这个形状动态给勾上 那么就说明了我们已经应用了我们的形状动态 好,在形状动态里面呢 这里有一些相关的属性 还有一些相关的选项 那么我们在这里节课当中 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里面的一些内容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大小抖动 在大小抖动这样一个值呢 而是对于我们一些我们的画笔笔头的大小 进行了随机改变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吧 我们把这个大小抖动 然后放到100% 那么在画笔预览的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画笔的大小变化 以及它一些形状 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画一下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画的每一笔它都会重新定义画笔的一个大小 可能这样子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的间隔稍微放大一些 好 那么我们再来画一下 这样子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清楚了 看,我们画的一笔 它的大小 每个圆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它是重新定义的 所以说这次跟我们是大小抖动的一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小抖动的这个选项呢 它是随机改变画笔大小的一个参数 大家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它 那么我们把它填出白色 说完了我们的大小抖动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大小抖动下面会有一个控制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控制里面有一些 四字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 我们在这里呢 会有一些关于绘图版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的钢笔压力 钢笔斜度 以及我们的光笔轮 这三个都是要结合到我们的绘图版的使用 才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效果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 对于绘图版的一些讲解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讲解 我们以我们的画笔为准 好 那么如果说我在这控制里 把这个控制关了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得到的效果是 鼠标 还有我们的绘图版的一些使用 它画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一样的 好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剑影 剑影它是干嘛用的呢 剑影指的是 当我们在绘画的时候 这个画笔呢 它会变得越来越小 而当它应用在画笔大小的一个参数当中时候呢 它改变的是画笔笔头大小的一个变化 光说可能大家不太能理解 那么我们来实念一下就知道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间距给放回来 好 调整这里我们来先试一下第一个 大家会发现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画笔的笔头呢 是从大 然后可能变小的 其实它是有这个效果 可能大家看的不明显 不明显原因是在哪里呢 我们是在这里可以改变一下它的这个值 这个是改变剑影的一个值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放到100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把这个值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剑影的话 就要经过比较长一点的拖动 才会进行改变 才会从大 然后变到小 哦小的值的话 只要一下子 它就可以就达到了一个 从小 从大变到小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这个值改变的是我们剑影的一个速度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间距来改变 好这个是我们的剑影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钢笔压力 钢笔压力指的是我们在使用绘图笔的时候 当改变了绘图笔 笔尖压力的时候 这个画笔的笔尖的大小就会随着改变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常用比较常用的一个选项了 钢笔压力 像我们前面的一个案例 其实案例当中我们要画一个彩带 一条条的彩带的时候 用到的就是要钢笔压力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钢笔压力的话 要达到呈现出那种效果来的话 必须基于我们的绘图板 用我们的绘图笔 才能把我们所要表现的那些变化给呈现出来 而在我们这里用的是鼠标的画笔是表现不出来的 那么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再看一下钢笔斜度 它其实也是一样要基于我们的固度板基础上 大家才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我们这个钢笔斜度它是怎么一回事 学校讲解的就是当你选择了我们这个钢笔斜度的时候呢 这个在它上面大家会发现在它下面会有一个倾斜说放比例 这样一个词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对它进行改变了 它是设置我们画笔倾斜比例的一个值可就去调整 好那么显示的话那么只能在基于我们的 呃绘图绘图笔基础上才能可以给它写实了 那么这里就不多讲解 那么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呃光笔轮呢 光笔轮的话它呃其实是 就是用我们喷枪笔上的光笔轮来改变画笔的 相关属性的一些参数 好那么讲完前面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我们的角度抖动又是怎么一回事 好我们可以把这里给关了 好角度抖动 其实说的是是为了方便呢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我们先将画笔 笔尖形状的设置 呃改成一个带有一定角度 一定角度 哦又比较扁的一个形状 好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圆度的抖动改为0 好那么我们在会画的时候来试念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画笔的笔尖 在会画过程中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字里的角度抖动打开的话 有发现 大家也可以发现在这个预览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形状的变化 那么我们再画一下 大家我们在会画的时候画笔的笔尖的角度是一直在进行着变化的 那么我们使用鼠标就可以看到了这种的效果 如果说加间距加大的话 好 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大家发现 这种效果是不是特别明显的呀 这就是我们的角度抖动的一个效果 好 把它摄回来 角度抖动的一些前面是相说关属性在前面是 跟我们前面讲教的大小抖动前面的一些空隙里面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就不多讲 那么我们着重来看一下我们的初始方向 初始方向的话只是我们在使用画笔的时候轻轻拖移的时候 我们的画笔在绘画之初朝向的方向 将会成为我们画笔笔尖的方向 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 这样子大家可能看效果会好一些 好 比如说我从上 左上 然后到右下 这样子刷一笔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画笔自动改变了方向 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说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再次改变 再次改变画笔走向方向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画笔的方向是并没有随之改变的 但是如果说我从另外一边 好从右上向左下 那么说一笔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画笔的笔尖会根据我们第一笔的时候 脱色朝向的方向 自动了进行了偏移 那么此时如果我们不松开鼠标 我们再画下去看一下 当我们拐弯的时候呢 画笔笔尖并没有随着拐弯 所以说它是以画笔刚开始的时候朝向的方向为准 自动的进行了画笔笔尖方向的一个调整 那么我们的初始方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方向 方向的话 它是跟我们的初始方向是不一样的 使用的方向 这样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在改变画笔走向的同时 也可以改变笔尖的方向 然后自动的适应我们的画笔的走向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来画一下 看到我们的笔尖一直在改变的方向 存和呢 可能大家这样看的不明显 那么我们把间距稍微的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看的比较清楚了 你可以看到它一直在改变方向 从而得到一个粗细相对比较均匀的一个绘画 如果说使用这个绘虎板的话画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更加平滑 所以说这个方向的控制倒是挺重要的 好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方向 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往下是圆度抖动 圆度抖动的话是指我们的画笔笔尖形状中的圆度在绘画过程中的自动 修改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来实验一下 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好我们现在下降我们的圆度设置为百分之一百 好设置一百 好那么我们这里的圆度抖动也设置为一百 那么我们来画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绘画过程中 我们的笔尖形状的圆度会一直进行着改变 好这样子大家会看到比较清楚 好大家在就可以看到 绘画过程中笔尖形状的圆度会一直进行着变化 这就是圆度抖动产生的给作用 你会看到有圆有扁一点的 这就是圆度抖动的作用了 好我们讲完了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小圆度 最小圆度它又是干嘛用的呢 最小圆度呢 是指的就是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啊 圆度的变化范围 如果最小圆度设置的非常小的话 我们就可以画出带有非常扁的一个画笔尖形状 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画出的有些画笔 它的笔尖是非常扁的 例如这些 如果说我们将这个圆度的值改到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圆度值文艺100%的时候 这个圆度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都是圆的 所以说它是控制了所有笔尖里面所能产生的最小的圆度 这样的一个含义 好这个是我们的最小圆度 大家理解之后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里呢我们的翻转S抖动跟翻转Y抖动 可以随机的改变我们画笔的绘画形态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这个画笔投影它是干嘛用的 画笔投影的话 当我们在勾选了画笔投影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把这一支笔抖上是我们的手电筒 那么在这个画笔随时用画面进行绘画的时候呢 就可以画出比较细的一个画面了 当然了这个画笔投影也是就基于我们的手绘笔 这样子来呈现效果 这样子大家才可以看得出它的一个画笔投影的效果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就不做演示了 大家理解就可以 好那么我们呢这个形状动态 基本的一些选项 一些属性已经给大家都讲解过一遍了 那么大家回去的话 就可以在下面好好的去练习一下 然后结合一些理念知识这些操作 那么大家就会理解就能明白了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继续我们的画笔工具的 其他相关的一些应用 谢谢大家 看我们的画笔工具的